雖然我入行五、六年都拍過幾齣電影 但我沒有試過上課 之前一直覺得自己應該會演戲 但慢慢地發現演了幾齣電影 就覺得好像不對 有些東西是卡在裡面 我不懂得跟別人表達 我不懂得解釋 沒什麼機會接觸一些可以教你演技的人 所以我知道在這一堂就很想試一下 大家同學之間 除了學到東西 我自己覺得很能夠人生和戲劇學到東西之外 我覺得這七天是買了一份感情 完全是大家很赤裸 某些人用適於微視的感覺 因為我們從一時出發 我們從零開始 就真的從零 大家如何慢慢進步 我們有一個練習 就是自己拿很多誇張的道具 然後就要演繹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 或者他想我們做些什麼 直至拍金雞SS 試造型的時候 我就要扮雞 我就穿很多sexy 或者很漂亮的衣服 我就這樣站著 導演說 不是啊 你穿起來的時候 你就是要改一件事 而是否就是老師上課說的一件事 其實未必是演戲的東西 人生的東西都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奇妙 是要你慢慢嘴著的 即是那七天不是說 我教些什麼 你抄下就可以領略些什麼 而是有很多東西 可能你十年後 我覺得真的會可能十年後 無端端你會發現 原來我十年前學過這一課 教練所說的 你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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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